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7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都是关于乌克兰 西方的目标全面摧毁俄罗斯 第1个主题是 西方目标 全面摧毁俄罗斯 第2个是俄军陷入乌克兰战争 泥沼 在我们开始今天这两个主题之前 我们先播报直播一的要文简报 那么 第1个 两会 本来今天还是想准备讲一讲两会 但是发现 两会没什么内容 因为基本上政府 中宣部应该是想让这件事情快点过去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 新闻 所以我们就 不专题来讲两会 就把两会上的两件事情讲一下 第1个是 3月6号习近平参加 政协的农业 农业社会福利 的这个会议 讲了三件事 第1个 良事安全 第2个耕地红线 第3个扶贫 当然就是端自己的饭碗 这件事情又讲一遍 然后就是耕地红线 18亿某耕地红线 战略底线 关系到国家命脉安全线 不允许任何人在耕地保护上 搞变通 做手脚 然后这良事安全是 别光顾着挣钱 把菜篮子米袋子的责任推到 市场上去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他脑子里想的 就是说 要把菜篮子米袋子抓到手里 抓到手里办得好吗 办不好 这是 这整个的 你看他脑子里装的全是些什么东西 第4个扶贫 扶贫 贫困 贫富不均 两极分化 不是社会主义 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 讲了一堆这个话 不是已经扶贫完了吗 去年不是已经完成了小康社会了吗 怎么又谈扶贫问题呢 扶贫不是已经战略性的解决 完成任务了吗 所以扶贫还没解决 所以 中国的农村在崩溃当中 中国的 整个的农业文明 正在崩溃当中 原因是什么 20多年的城镇化 把农村的主要的资源 从人力到资金 等等全部吸到城市里去 农村现在失血 所以中共对农村就此索取 疯狂的索取 从来没有救助 所谓的扶贫就是例证 这是一个 习近平去农村 能不能解决农业问题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然后是3月7号下午 王毅开记者会 记者就问他 中方为什么不把俄罗斯的行为定义为入侵 讲得很清楚 俄罗斯就是 俄罗斯就是侵略乌克兰 然后王毅就说 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直 独立自主的做出判断 表明主张 他说乌克兰事情发生到今天 原因错综复杂 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冷静和理智 不是火上浇油 没打 然后就问 中方是否愿意做更多的努力 他说 目前有两大问题 第一 劝和促谈 中方在这边做了一些工作 第2是 房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 所以中国红十字会尽快的向乌克兰提供一批 紧急人道主义物资 提出6点倡议 这6点倡议就不用谈了 王毅态度不一样 原来你看王毅撇着嘴 非常强硬 在任何问题上都强硬 这次干嘛 软他他 软了吧 这是第1个 两会 没什么好说的 第2个讲讲 北京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 伯恩斯是 3月5号到北京上任 这个位置空缺了1年05个月 1年05个月 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空缺 说明中美关系是什么情况 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六发推特 说伯恩斯已经抵达中国 还有他的随行人员和家属 他们进行三周的隔离 中国官方媒媒体就非常的冷淡 CGTN 只有CDTN 发了一条简讯 然后就是 伯恩斯是哈佛大学教授 他去年在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 他说美中关系最重要 也最有挑战性 他说美中之间是一场 民主与威权国家模式的较量 美国不会把二战以来 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 地位让给中国 非常强硬 派一个强硬的大使去中国 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 第3 中国 前两个月对俄罗斯出口增加了40% 海关公布 第1和第2月的前两个月的出口数据 出口数据就增长了16.3% 进口 出口增长16% 进口增长15% 顺差是1159亿 大数1160亿 其中最重要的是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增长40% 就是准备战略物资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欧盟跟美国 这就是俄罗斯在准备打仗 然后中国就帮他备货 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就涨了16%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丹麦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丹麦决定大幅提高国防预算 而且主动要 主动的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3月6号首相宣布 丹麦在未来两年额外增加10亿美元的预算 增加国防外交人道主义的努力 国防预算开支占GDP比例 提高到2% 相当于每年增加26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那基本上就是达到北约对所有成员国的国防开支的要求 这是一个 第5个 中国疫情 3月5号山东青岛通报 88例新增 一下子 这是一个爆发 而且都是Omicron变异株 创下了中国本土 这个病例日增加的记录 全国新增是329例 那么青岛就增加88例 中国卫健委说 3月6号中国出现了327例 新冠病毒 其中 214例为本土病例 广东69例 吉林54例 山东46例 山东46例怎么又变成88例呢 甘肃12例 河北9例 内蒙7例 我一直在相信一点 Omicron变异株一直在中国本土传播 只是中国不报而已 应该是各地都在大规模的爆发 有多大规模我不知道 但是各地都在爆发 这是没有疑问 只是规模大小而已 因为中国官方现在已经不正常的向外公布这个疫情了 国家卫健委这些数据你就听听算了 这不真实 第6 全球资产下跌 当然是因为打仗 3月7号亚太股市 暴跌 上证指数跌了2.2% 深层指2.7 恒生指数跌了3.87% 日本日均指数跌了2.9% 韩国 台湾股市跌2% MSCI亚太指数 跌1.2% MSCI亚太指数从去年2月份到现在已经跌了超过20% 已经步入技术性的熊市 与此同时 油价继续飙升 伦敦布兰特一度涨18% 每桶达到139元 纽约是报130元 黄金 黄金曾经 一度是2000美元一盎司 其他贵金属都在涨 铜涨1.1% 每吨已经超过1万美元了 打破了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 其他的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校汪涛认为 战争将导致能源价格上升 对中国通货膨胀带来负面影响 他预测 中国今年的通胀率会上升到3% 第七 中国在南海进行军演 怀疑是打捞舵海的运巴 解放军宣布3月4号到3月15号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长期关注南海军事动态的 越南军事记者段当 段当在推特上说 实际上是有一架解放军的运巴 反潜机 在南海发生了舵海事件 解放军就以演习为名 掩盖他搜救的行动 他是根据什么 根据演习的坐标 演习的坐标 应该是在三亚和越南的顺化之间的海域 顺化是越南的一个古都 顺化 那么中国海事 海事局发布声明是从4号晚上6点 到15号晚上6点 那么11天时间 进行军事训练 船只禁止使入 这是第7第8 加州 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再次被破坏 3月3号 美国加州南部的自由雕塑公园再次遭到破坏 有不明身份的人 想拖走公园内的捐款箱 破坏者用安装在汽车上的铁钩 想把这个铁箱捐款箱拖走 然后这个自由雕塑公园的负责人在 在监控录像看到这情况 然后报警 赶往现场 所以袭击者没有得逞 逃离逃走了 自由雕塑公园的创办人和负责人都叫陈维明 陈维明老师是个雕塑家 他做了很多很有名的雕塑 他说这个捐款箱上千磅重 人力无法 搬运 而且捐款箱设置了坚固的锁 所以他才会用这个铁钩子把这个捐款箱搓走 去年7月份 自由雕塑公园曾经遭受过一次严重的袭击 把这个 自由雕塑公园里面有一个习近平的头像做的这个中共病毒 给烧掉 第9 藏族歌手 在布达拉宫前抗议自焚 25岁的藏族流行歌手 财望罗布 上周在 拉萨的布达拉宫前面抗议自焚 流亡的藏人说 财望罗布通过自焚 来抗议中国政府 那么他已经死了 财望罗布1996年出生在西藏的那区 毕业于西藏大学 2021年曾经参加 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 那么现在他的账号所有的 这个社交媒体账号都已经关闭了 而且他的歌曲 已经下架 财望罗布的流行歌曲叫沾巴 沾巴装扮 除了你 除了你 在藏区很受欢迎 他的母亲叫 索南望母 也是著名的藏族的歌唱家 那么这次自焚事件发生在3月10号 3月10号 是中国1959年 叛乱 说平叛的纪念日之前 也就是西藏 西藏叫民族起义日 那么通常在这个时候呢 西藏那边就会加强监控 那么从2009年到现在 总共有158名 西藏人 自焚抗议 抗议中国在藏区的统治 自焚是一个最极端的行为 非常极端 因为这非常痛苦 要非常大的决心才行 好 我们的要文简报就这些 我们先讲今天的每日金句 每日金句 我们把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一句话 我们再讲一次 我非常想重复一下 权力的本质就是达成服从 统治者通过说服 利用 恐吓 或者是胁迫 达成 被统治者的服从 如果被统治者不再服从 那么统治者的权力 荡然无存 经常有墙内的网友问 我该做些什么 我该为中国的未来做些什么 我无权无视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有老有小 我也不能够上街 我怎么办 这句话就非常清晰的给大家一个方向 不服从 在中国现在很多人是不仅仅服从 而且主动服从 不说服就服从 没有胁迫情况下 他就服从 主动服从 甚至 说服其他人服从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拒绝服从 从小事开始做 那个权力就荡然无存 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 就是拒绝服从 我们先讲第1个主题 俄军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沼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12天 战争的态势 我们看一下 ISW战场数据分析 大家看一下 战场的情况 基本上 俄军核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完成 首要的目标是什么 俄军首要的目标就是占领基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 几条战线 一个是北部 北部主要是基辅 围绕基辅战线 另外一个是东北部 还有一个就是东部 还有一个就是南部 或者叫 南部战场 我们按照这几个战场来分析一下 当前 这个乌克兰战场的 态势 先说基辅 俄军本来是计划从西面 突围和这个东部基辅的 东北部和东部方面军 进行这个配合包围整个基辅 那么基本上可以再看到北部跟西部 这个两方面 过去一天没有进展 没有进展 战线仍然维持在原来的情况 东部的俄军急行军300公里 那么他取得了一个进展 所以大量的俄军集结在基辅的东北部 那么俄军可能会准备 沿着 蒂涅伯河进军 或者 在伊万基夫建立他的空军基地 那么俄罗斯 俄军继续想办法 蚕食 基辅的制空权 利用空中的部队掩护陆军和补给部队的行动 那么目前没有看到 在基辅战线上有太多的 太多的军事行动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东北 俄军主要集结在苏梅区域 沿着两条人先稀少的主干道前进 那么乌军因为人员稀少所以没办法防御 他们也没有遇到抵抗 这是目前俄军 这个最挺进最快 也是取得最大进展的部分 因为人员稀少 俄军没有做太多的 布防 东部战场 东部战场俄军集中空中力量打击 哈尔科夫 那么想包围这个城市 发动地面战 那么其中有3000名俄军后备军正在 进攻哈尔科夫 乌克兰军队在城市附近进行反击 他的反击的方式就是破坏他的战线 然后就 就是进行小股部队的这个破袭战 东部地区 俄军在卢干斯克打开了一个北部 北部的推进口 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但是呢他在 顿涅茨河的旁边被截击 那么俄军继续建立这个包围的小链条进行小包围 向西推进 马拉波 俄罗斯军队包围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有20万市民 那么有几大部队参与活动 乌克兰军队适度突围 突围去 扎波罗市 进而 解救 解救马拉波 乌克兰南部战场 俄军继续巩固对赫尔松的控制 随时准备叫奥德萨和西部区域推进 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西海岸准备了大型的登陆舰 随时准备登陆奥德萨和其他附近的区域 分析第1个 这个还是很清晰的一个方向就是 俄军真正的要取得他的战略目标或者是战略成果 就是拿下基辅 目前呢俄军在基辅的北部 滞留了大量的部队 大量部队而且没有进展三四天了都没有进展 滞留的原因是有可能是要等待南部部队的会合 形成全方位的包围态势 南部的部队还需要时间 所以北方的部队就停滞 但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你不可能停留在 荒郊野外一条公路上蜿蜒60多公里 你不是给别人攻击吗这是第1个 第2个呢 就是俄军没办法抵御乌克兰军队的反击 而且他的后勤整个后勤保障瘫痪 所以没办法协同作战整个的军队就 整个的64公里长的车队 处于瘫痪状态 这是第1个 第2个 目前乌克兰军队的抵抗 整体的态势 相当稳健 就基本上你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一个 俄军的突破 大规模的突破没有看见 俄军没有办法从东部 包围基辅 而且俄军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 面临是战线过长 然后还有就是天气危险 天气转暖 然后又下个 中间又下个雪 然后又一下子又转暖 下个春雨 导致他这个机械化部队没办法大规模的运作 补给不足 那么这是一头 但是现在的问题 基辅现在是有危机的 基辅如果东部战线的 援军到达之后 基辅就可能面临三面受敌的局面 那么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 俄军可能会在一两天开始进行攻击 乌克兰军队急需空中力量 他需要空中力量 因为他没有空中力 他没办法进行 进行这个对俄罗斯的补给线进行 攻击切断 泽连斯基其实这两天的呼吁基本上是这个方向 要么设立 要么要求北约设立经费区 要么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要么呢就是强烈的制裁俄罗斯 基本上 泽连斯基这过去三四天 向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提出的要求就是三点 第1个 制裁俄罗斯 但是他提出的是什么 他提出要想办法切断俄罗斯的 石油天然气出口 这个基本上 西方国家在做这件事情 这第1个 第2个要求你要么设计飞区 你要么给我飞机 要不的话我现在就很惨 马上这个歧视核心的问题是奥德萨 奥德萨是这个情况 现在的情况是布林肯3月6号说 他们正在跟波兰商量 那么由波兰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就是俄制战机 就是苏制战机 其实 他说的原因是什么 乌克兰有苏制战机的飞行员 他会开这些飞机 但他没有飞机 所以美国就让波兰 向乌克兰提供 俄制战机 他在用 F16补偿波兰 波兰当然愿意啊 因为你把 俄制战机换成F16 鸟枪换炮 他当然高兴 这是一个 普京这个就急了 普京3月5号说 任何国家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费区 将会 俄罗斯视为介入军事冲突 北约你要是设禁费区 那就是跟我开战 那么如果有任何国家收留乌克兰的战机 也被视为卷入军事冲突 这是 普京在3月5号说的 然后他的国防部发言人也说 他说已经确定了乌克兰的飞机飞往摩罗马尼亚和其他邻国 那么乌克兰的战机利用这些国家的战机场 作为军用航空基地 对 俄军 发动攻击 也被视为 这些国家参与了武昌冲突 俄罗斯天天就是要定义谁在介入战斗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 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 3月7号说 俄军继续包围多个城市 包括基辅 哈尔科夫 切尔尼哥夫 苏美 马利波 和尼古拉耶夫 希望能够包围这些城市 虽然俄军人数比较多 但是士气 和心理素质差 大量的俄军向乌克兰军队投降 而且他们失去了防卫能力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 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已经发射了600枚导弹 已经动员了 95%集结的部队 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已经动员了 已经出动了95% 基本上就全部出动了 英国国防部的情报说 3月6号 俄罗斯部队的进展很少 俄军实现他的计划的目标 可能性已经很小 基本上很难实现他的目标了 俄罗斯继续高强度的空袭和炮击 乌克兰的城市 军事和民用场所 哈尔科夫 尼古拉耶夫 切尔尼哥夫 马利波攻击最为严重 另外俄罗斯以通讯 通讯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 3月6号攻击基辅的电视台 电视广播暂停 过去一个星期哈尔科夫 苏美 马利波的互联网服务也出现干扰 俄军的目的就是中断乌克兰的电视和互联网服务 让 乌克兰人无法接受可靠的新闻和消息 战损情况是 乌克兰总参谋部 宣布 俄罗斯入侵以来 有11000俄军士兵在战斗中 死亡 88架飞机 和直升机 88架直升机被击落 俄罗斯国防部也开始公布乌克兰方面的战损 3月6号击落10架 乌克兰战机和直升机 摧毁乌方 S300防空导弹系统 累计摧毁乌方2203个军事目标 那么有一个突出的情况是什么 有个突发的情况就是乌克兰的谈判代表 首席谈判代表 叫 阿拉哈米亚 阿拉哈米亚6号晚上 在接受福克斯电视访问的时候说 他说了几点 他说现在他们收到北约方面的回应是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而且 接下来5到10年 乌克兰都没有加入北约的机会 那么乌克兰方面不愿意在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做出妥协 也就是说乌东问题没得讨论 克里米亚的问题没得讨论 不过 他说乌克兰打算 打算和俄罗斯 讨论什么呢 讨论这个非北约模式的安全保证 意思就是 我呢 加入北约这件事情不一定是非得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北约都没说5到10年都 不一定考虑 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加入北约 那我就讨论一个非北约的安全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俄罗斯加上中国加上美国这些所有国家坐下来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我们现在坐下来讨论 讨论什么呢 我不加入北约 我加入北约你俄罗斯要打我 是吗 那我就不加入北约呗 不加入北约 但是你们这几个国家得给我提供安全保证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然后就很多媒体就在说 说这个乌克兰投降了 妥协了 其实 其实这不是乌克兰的妥协 乌克兰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 意思就是 你别以为我非得打 你们得好好的尽量的支援我 你们要是不支援我 我被打垮的话 我会投降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泽伦斯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打电话 特别是 特别是对于这个给飞机 空中的问题 空中力量的问题 非常紧张 因为奥特萨那边如果失手的话 南部 其实 现在南部的形势是很紧张的 因为 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主要的防守的力量在北部 因为基辅在北部 南部呢 他有港口 如果把奥特萨这几个 俄军把奥特萨这几个打通了之后 占领了之后 他从南往北打 北从南往南打 他就非常的被动 所以 泽伦斯基这段时间就不断的在讲 讲什么呢 讲你要么给我飞机 要么设禁费区 你不设禁费区 我奥特萨如果被空袭 一下就会打下来 因为他重点 他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北部在防守 防守基辅 他其实 首席台外代表说这番话的意思其实是讲给 西方国家听 就是我打 我没问题 我出人没问题 我英勇抗击没问题 牺牲也愿意 但是你得支援我 你得给我枪给我炮才行 否则我怎么打得赢他 他的军队那么多 就是完全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不断的可以看到 乌克兰方面其实 间歇性的会发出这样的信号 就是我们愿意跟对方谈 其实 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是泽伦斯基提出来的 泽伦斯基提出来 马上北约就开始支援了 所以北约也不是那么坚定的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 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我们就讲 这就是政治了 政治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大家就是说 一脑门子说我支持你 然后就无条件的支持你 不是这样的 然后普京 6号跟马克龙通话 通话通了 两个小时 普京说 普京非常强硬 他说俄罗斯会通过战争 或者谈判达到目的 只有在乌克兰停止战斗 俄军才会停止战斗 只有在满足 俄罗斯的安全要求的情况下 才会停止 占领乌克兰 如果有乌克兰的战机由邻国起飞 执行战斗任务 那有关国家被视为参与冲突 而且俄罗斯同意开辟 6条人道主义通道 让乌克兰平民撤走 不过呢 他提供的这个通道很搞笑 全部都是通往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大部分都通往俄罗斯 白俄罗斯 然后马克龙就马上发表声明说 我从来没要求俄罗斯开通通往俄罗斯 跟白俄罗斯的人道主义通道 所以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完全没有底线 这个满嘴跑火车 满嘴 满嘴谎言的一个政府 然后塔斯社就公布3月7号公布了一个 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好行动的国家的和地区的名单 很搞笑 就把自己敌人公布了 澳大利亚 英国 欧盟所有的国家 冰岛 加拿大 列子敦斯敦都算 列子敦斯敦那个国家都算 摩纳哥 新西兰 挪威 韩国 圣马尼洛 新加坡 美国 台湾 台湾还括弧中国 不知道是中国算不算 中国算不算的名单里面 乌克兰 黑山 瑞士 日本 那么他还宣布俄罗斯政府 俄罗斯公司公民可以用卢布偿还 不友好国家的海外债务 他就把自己给 松绑了 就是不认账了 因为他定了一个官方的汇率 然后再用俄罗斯的卢布 偿还的债务 那意思就是我就这么多钱 要就要 不要拉倒 基本上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有消息说 这个华盛顿邮报说 7号说 美国跟欧洲的官员担心 战况 对战况有担心 说他们准备呢 帮助乌克兰政府成立流亡政府 指挥国内的抗击 但是乌克兰的官员认为 总统泽连斯基是维系国内团结 号召国内抗击的关键力量 所以 泽连斯基一直留在基辅 他不愿意离开 但是呢 这个西方跟美国呢 希望把这个 西方的计划是把 乌克兰的内阁 迁到和波兰边界的叫利维夫 旁边去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但泽连斯基就留在基辅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已经知道 泽连斯基的 身处的地点 但是不会直接伤害他 因为普京要求活捉泽连斯基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英美的军方正在联手策划 把泽连斯基救到海外去 甚至英国 组织了一个70名的空中特勤队 在立陶宛的一个基地 和150名 美国的海豹突击队 海豹突击队是美国最厉害的 特战部队 一起接受训练 组织 准备把泽连斯基救出去 只要他一张嘴 就能把他救走 就这个意思 这第三 第四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撤离俄罗斯 我们之前报道说 有100个 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的品牌 已经切断了跟俄罗斯的关系 就撤离俄罗斯 就直接放弃俄罗斯市场 那么最新加入的是Tiktok Tiktok就是字节跳动 还有就是Netflix 还有就是运通 Tiktok 然后就是运通 对 两大会计师是我说 毕马威跟普华永道 也开始不会在俄罗斯 设立成员公司 各地声援乌克兰 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 7号 7号晚一点会举行会议 继续讨论什么呢 讨论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形式 就是今天 第2个就是教宗 教宗方济阁6号在 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做弥撒的时候说 在乌克兰 血泪之河 正在流淌 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 而是一场播种死亡毁灭 和苦难的战争 教宗在 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 做出最强硬的表态 教宗 另外就是 目前已经有14个国家 向乌克兰 提供安全援助 现在大量的 军事装备 正在抵达乌克兰 每天大量的军机运送大量的装备 抵达乌克兰 最新的是日本 日本捐助了一批物资 包括防弹背心 钢盔 防寒衣 发电机 应急粮食 卫生用品 直接用飞机送 然后再给1亿美元 人道主义援助 以色列方面说 乌克兰军方已经向以色列 提出购买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铁穹防空系统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火箭弹 火箭弹目前是 去年 以色列 在跟 跟巴勒斯坦冲突的时候 巴勒斯坦发射了3000枚火箭弹 铁穹系统拦截了大部分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表示 乌克兰在武器和弹药配给方面 取得重大进展 他说 会给俄罗斯一个惊喜 所以乌克兰方面开始 气出了 气壮了 这第1个主题我们主要是 跟进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战况 这是第1个 第2个主题是西方目标 全面摧毁 俄罗斯 就是昨天星期天 推特上流传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来源是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联邦安全局有个申猴 申猴说了一些话 就写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我也看不懂 然后有人就把它翻译出来 翻译出来就放上网 我看了一下 大概讲了几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一定可信 但是有些信息我觉得还值得参考 第1个是联邦安全局 战前曾经制定过一个 危机处理方案 而且这个方案是 安全局它的低层官员 就是低层的基层官员做的 上层没怎么管 就这么交上去了 他认为 就这个申猴 申猴认为有一半是不可行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俄罗斯根本没有准备好 应对西方全面经济制裁的措施 第3个 这个战争一开始 俄军就进行了一个斩首行动 斩首行动 申猴说 斩首行动是个灾难 对于俄罗斯来说 俄军来说 理想状态是什么 理想状态就是控制基辅 然后抓住这个泽连斯基 在这个理想状态之下 俄罗斯需要50万的军队 再加上后勤 才能控制乌克兰 现在俄罗斯只判了20万军队 然后他 控制基辅 机降 就是飞机降落 通过飞机突击降落 然后控制机场 然后去抓控制基辅的这个行动 飞机还没下来 就给打掉了 就打掉 然后就 然后又下来 又被打掉 所以基本上最后 俄军实际上 他没有办法按照以前的布拉格的模式 布拉格模式就 基本上这样 飞机降落 请求降落 我们有点问题 那紧急降落 一降落下来 俄军 从飞机上冲出来 控制布拉格 把领导人一抓 这件事情就搞定了 基本上是这样 他们想重复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上来就没成 这是第3 第4 俄罗斯无法实施总动员 为什么 第1 会造成国内的动荡 第2 如果驻军真的到了50万 他的后勤系统也会崩溃 这是第4 第5 俄罗斯目前的状况 和总动员差不多 就是他已经动员了大量的资源去 打乌克兰 所以没办法持久 而且他们面临着看不到终点的境地 因为他没办法实现他的每一个阶段的战斗目标 战斗目标 所以他看不到终点 不知道怎么打完 就像是用白米赛跑 去跑马拉松 这是一个 第6 这个 军事情报局 联邦安全局的身后认为 他不认同 普京会发动核战争 理由是三个 第1个 核武器实际上不是普京一个人动用核武器 不是普京一个人能够决定 这是第1个 第2个 俄罗斯实在太腐败 你还不能够确定核武器是不是能够正常运作 他真的是很腐败 你看看这个战场上就可以看到 第3个 普京的亲信 不一定就准备好了和普京一起牺牲 所以他会做他的工作 结论是两点 结论两点 第1个 俄罗斯这个星期 文件出来是上星期天 这个星期如果 再也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那么俄军就不可能 达成 他这次入侵乌克兰的目标 也就不能够赢不能够取胜 这是第1条 所以 这个星期非常关键 这个星期乌克兰的局势非常关键 这是第1个 第2个 俄军的消耗战最多拖到6月 那否则的话俄罗斯经济就会崩溃 我觉得是太乐观了 我根本不觉得他能拖过4月 拖到4月份 现在才3月7号 我等一下讲讲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个文件的价值并不太高 因为他大部分的内容并不新鲜 我们都看得到战场上都看得很清楚 但我认同几点 第1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件事情在军事上没有达成既定目标 现在没有达成既定目标 而且你现在看不到 他怎么样能够达成既定目标 就是虽然战场上 的形势瞬息万变 但是你总的从宏观来看 是这样 第1 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达成既定目标第2 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 如果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看不到他怎么去达成他的 既定目标 这是第1个 第2个我认同什么呢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消耗巨大 无法持久 英国的军事专家认为 他们的统计是这样 俄罗斯已经出动了20万部队 海陆空协同作战 军费庞大 现在动用的坦克是1200到1300架 装甲车是2900到3400架 装甲车 地面卫星指挥部 28到34处 火炮1600到1800枚 各个型号的飞机是600架 各个型号的舰船 91艘 潜艇6艘 战机200架 然后现在消耗 英国这个数据不准确 3到400枚 那么最新的已经是600枚 美军那边说是600枚 那么英国这边统计认为 俄军每天消耗 要消耗的军费是200亿美元 200亿美元 也就是说三天不到 把整个一年的国防预算打掉 4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他能持久吗 他的6300亿外汇储备给冻结了 他能花多少钱 我不觉得他能花太久 这是第2个 第3个 乌克兰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军队的真实实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战争当中 俄罗斯使用的大量的军事设施 武器装备 都是非常成就 他有新的 但是新的比例不高 新的比例不高 有两点是疑惑 令人疑惑 有两点 第一点 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动员 俄罗斯的空军力量非常的庞大 还是很强 但是俄罗斯的 空中力量很强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用 题目叫俄罗斯为何没有动员 其庞大的空中力量对抗乌克兰 对抗当然不对 应该是打击 这是半岛新闻的3月2号的一篇报道的题目 他就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是这样说 他说 技术专家已经看到 俄罗斯空军和地面部队 缺乏协调 很多地面部队 去出动的时候都没有空中掩护 所以呢俄罗斯的部队地面部队 很容易受到乌克兰军队的攻击 包括 乌克兰包括有土耳其的无人机 和这个反坦克导弹 反坦克导弹标枪是反坦克导弹 把这个 把俄罗斯的坦克打得闻风上胆 然后曾经指挥过伊拉克北部近飞区的这个 美国空军三星上将 叫戴维 普德图拉说 他说他对这个俄罗斯一开始就没有 建立这个空中优势感到惊讶 他很惊讶 他为什么俄罗斯没有 这个为什么俄罗斯空军没有清朝出 清朝而出 消灭乌克兰的空中力量 然后就是包括他的防空力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俄罗斯战区可能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没有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这个半岛新闻的这篇报道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找不到答案 不知道为什么俄罗斯空军不出来 我猜是什么呢 我没有情报 我猜 我猜是因为北约 北约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所以呢 俄罗斯空军 俄罗斯不敢大规模动用他的空军 因为有可能他动用他大规模动用他的空军 一不小心被北约全监 那俄罗斯整个的国家就不堪设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你解释不通 他为什么不大规模的动用他的空军 要么呢 还有个可能性是什么 俄罗斯的空军根本就不堪一击 飞不起来 就根本就不能够正常的打仗 大规模大面积的战机没办法起飞 整备率非常差 或者妥善率非常的差 这也是有可能 因为 独裁政权都是非常腐败 腐败到你发生的事情匪琐是这不奇怪 但我更愿意相信是北约的力量在形象 所以只有少部分的俄罗斯的空军出现在 乌克兰的上空 而且他不敢飞得太高 都是做地面攻击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 俄罗斯的 俄罗斯战机被击落的越来越多 我印象星期六一天就9架战机 9架战机被击落 所以你可以看随着 毒刺导弹 毒刺导弹越来越多部署 那么俄罗斯空军如果继续 因为他攻击地面 攻击地面你一定要低飞 低飞就可能被毒刺打下来 我们看到视频上有很多这一类的 情况 纽约时报是这样形容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他的标题叫 武装乌克兰 17000件反坦克武器和一个秘密网络不对 前面那个我们之前报道过 17000件 就是标枪式的 标枪反坦克导弹 后面这个没讲 后面没讲 后面这部分没有具体内容 因为它保密 那我相信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支援 包括北约 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是这类的支援 你比如说 战场情报 战场情报现在是 北约是在3月5号 宣布 实时 实时提供战场情报 给乌克兰 我相信之前就已经提供了 不会现在才提 只是现在宣布而已 然后现在纽约时报说 美国给乌克兰支援一个秘密网络不对 那我相信这也是 这也是之前已经发生过的 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乌克兰战争让我们看到一些常规性的 或者传统性的战争形态 你比如说 俄罗斯 俄罗斯的现役的武器装备 它的操作系统还是机械和半机械的这种状态 你可以看它和西方的这个武器 军事能力 我们不叫光降武器就是军事能力的差距在扩大 这跟冷战时机又在进一步的扩大 你想想看 美国只输送了一些关键性的 零散的武器 像标枪也好 毒刺也好 他都不是成系统的给他 他只是给他一个 单独的武器 当然这很关键 就直接沉重的 沉重的打击了俄罗斯的 地面部队 毒刺防空导弹上来 把他的飞机打的 而且 美国也好 北约也好 还没有把他的整个的 战争系统 或者战争 战争能力 动员起来 发挥出来 就给了一些装备 装备只是什么 装备只是个末端 俄罗斯已经扛不住的感觉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从这场战争看到的情况是 俄罗斯军队的训练水平之低 而且他由于这个训练水平低 他形成的这种作战水平 作战能力之差 没有办法想象 已经超出大家的想象 这是第2条 第3条 你从这一系列的实战的情况表明 俄罗斯军队根本无法和北约和美国 抵抗 不在一个等量级 差别太大 这是第1个问题 第1个 我们看到战场看到的情况 这个显示俄罗斯军队的实力 俄罗斯军队实力大概 只有他吹嘘的我觉得不到10%的水平 这是第1 而且表现得出来 那么 然后就是一个疑惑就是俄罗斯空军为什么不出来 要么就是怕被打掉 要么呢就是真的不行 飞不动 这是一个 第2个就是 第2个疑惑是什么 就是关于 核武器 普京动用核武器的这个疑惑 因为 普京是在27号 进行这个 核威慑 我们讲整个过程 第一 联邦安全局这个深喉认为普京不会动用核武器 这是第1个说法 第2个 其实普京是有动用核武器的理由 什么时候 2月26号 欧盟委员会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7个party 26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叫 关于进一步限制性 经济措施的联合声明 这联合声明有4点 第1点 确保 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 从swift系统中移除 这是第1点 第2点 实施限制性措施 防止俄罗斯中央银行 以破坏我们的制裁影响的方式 部署其国际储备 第3 对那些为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政府有害活动提供便利的人和实体 采取行动 也简单的说 就是限制出售所谓的黄金护照 第4 启动一个跨太大西洋的工作队 也就是 美国跟欧洲了 该工作队将通过识别和冻结 存在 存在于我们管辖范围内 受制裁的个人和公司的资产 确保金融制裁得到有效执行 是什么 这就是 去找这些人的钱 找俄罗斯 找俄罗斯基因其实就是找 普京 和 普京身边的这些红人们的 他们在欧洲和北美的资产 就是把它冻结 所以你可以看在欧洲到处在冻结什么 豪华游艇什么的 所以你看这里面关键点是什么 我们之前讲很多人在讨论swift对俄罗斯的影响 老实讲 swift对俄罗斯的影响大吗 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没那么发达,它就是出口石油 天然气 然后它就是进口 进口买什么呢,买两样东西 制成品 因为它没有制造业 你忽略它的制造业 这第1个买制成品 第2个 买各种各样的 叫什么 金融服务 各种服务 服务业 它服务业不行 为什么 没有市场经济怎么会有服务业 所以它没有制造业,没有强大的 经济基础 服务业一定是不发达的 那怎么办 你就要买呗 所以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这些 这些其实重要吗,当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第2条 冻结它的外汇储备 6300亿 6300亿是什么概念 冻结它的外汇储备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是什么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是俄罗斯政府的资产 也就是说 你相当于没收了俄罗斯政府的资产 你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这是什么 这是战争行为 这是开战的,要打仗了 对吗,你没收我的财产 我不跟你打仗,干什么 所以27号 27号普京 发表电视讲话 说北约领导人发表的强硬声明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 大量的经济制裁 都是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好措施 俄罗斯军队包括核武在内的威慑力量 全部处于特别截备的状态 俄罗斯将立即对任何阻碍其行动的国家 做出反应 后果将是你们在历史上 从未见过的 很麻 所有人认为他准备摁下核武器 西方应该是要退缩了 结果什么 这结果是什么 西方国家没有退缩 普京也没摁下核武器 所以你可以看 这件事情很有代表性 第1个 美国也好,美国跟欧盟跟整个西方国家 他在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之前 他不可能不评估 对吧 评估什么 核战争风险 那 这个普京 普京要是跳起脚来发疯 摁下核按钮 那这个世界可能就消失了 他肯定是评估 他没有评估过他不可能做这个动作 那也就是说 他推出这个冻结 外汇储备之前 他已经确认过 没有核战争的风险 他才可能做这个动作 对吗 合理吗 这是第1个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 核战争风险 在这件事情当中 肯定是 控制住的 就是 不会影响他的决策 那也就是说 有两个可能性 第1个可能性是俄罗斯不会发动核战争 也就是说俄罗斯 没有发动核战争的意愿 这是主动的 第2个 俄罗斯发动不了核战争 这是被动的 他可能有这意愿 但是美国或者北约有能力 让他发动不了 让他失去发动核战争的能力 有没有这可能性 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 所以你想一下 也就是说无论是1还是2 冻结他6300亿 外汇储备 都没有让西方国家 面对核战争的 结果 也或者是风险 这是第1 第2 在俄罗斯 面对一种 这就是攻击呀 这种级别的攻击 那绝对是 绝对是大规模的攻击呀 有些三盘一冻结了 那在这种级别的攻击之下俄罗斯的核武器都不能发挥威慑作用 说明什么 说明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其实是可以忽略掉 对吧 那现在唯一的说法是什么 北约呢 北约不参战 关于这个乌克兰战争说我们不参战 美国也说我不参战 不参战他没有提供理由他提供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说 这个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我们只是保护 只是瞎扯淡 那有些人就帮他解释这个北约不能参战因为这个普京是疯子 他一不小心按下了这个核按钮怎么办那可能会面对这个 那显然 显然是什么 显然北约拿 普京的核武器 作为他不参战的理由 肯定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北约也好美国也好有没有面对 面对俄罗斯核威慑 我觉得是没有 他只是不想参战而已 他是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北约 2月19号 俄罗斯已经做过一次叫战略核武器演习 就是在核战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在2月19号 是进行了一个 战略核武器的演习 总统普京是在国防部的战情史 主持演习 他什么呢空军 南部军区 北方舰队 黑海舰队参与演习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为何武器然后就发生发动那个 发动战争 那现在的问题是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什么问题 美国在去年的10月份 到11月份 已经知道确认 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 然后他在11月中旬 就把消息告诉了中国 要中国居肩调解 然后就有消息说中国拒绝 2月4号普京是到了北京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拿了750亿美元的投款回家 签的这个 天然气协议 就回去准备打仗 然后1月份2月份 中国就大量的出口给俄罗斯 俄罗斯没有从其他我估计 俄罗斯的战争准备就没有从其他国家买东西 就在中国买的 所以你可以看 在战场上很多俄罗斯的军车 这个胎爆了 在路上胎爆 黄河轮胎 估计进口都是劣质的黄河轮胎 结果军车就在战场上给趴窝了 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是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这三个国家 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 他们有什么交易 他们有什么交易 有没有发生交易 交易想达成的是什么 这也是非常专见 这跟什么有关 这跟核武威慑有关 所以我经常讲 政治 其实超出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围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你只能看到一部分而且看到的一小部分 你就猜一下吧 这是一个关于核武器的问题 我为什么讲的这个部分的原因就是 这三个国家肯定有某种默契 一定是有某种默契 没有某种默契我不相信 普京敢下这样的决心 好这是战争打了两个星期了 12天 12天 这个 在乌克兰12天已经过完了马上就 两个星期了 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几点 第1个 俄罗斯开始陷入乌克兰战争的泥沼 为什么这么讲 第1 俄罗斯虽然仍然具有巨大的军事优势 但是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在战场上无法取得战果 这是第1个 我相信这背后是什么 当然我们讲完俄军也找不到取得战果的战略战术 这是第2条 第3条 战场的态势不断的诱使俄罗斯在往前走 老象觉得要打赢要打赢 所以俄罗斯不断的增兵 最后你看 美军的美国国防部的消息是 俄罗斯已经把95% 就是20万的部队95% 已经部署上前线了 也就他 广撒胡椒面 胡椒面撒着撒着撒着撒完了20万 那也就是说战场态势不断的诱使俄罗斯俄军 继续不断的往前走 那不陷进去了吗 然后你可以看到 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 北约跟美国 在提供一些 俄罗斯方面根本做不到的能力 这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 乌克兰能够 能够支撑的这么 你现在看到整个战场的态势 乌克兰方面一点都不紧张 就是虽然俄军有巨大的 我们看上去 从传统军事条件下 看上去 俄罗斯有巨大的优势 但是其实乌克兰方面并不很紧张 而且西方的这种援助 源源不断的抵达乌克兰 而且某些局部地方看到乌克兰的主动性 已经开始 逐渐获得战场的主动 所以 北约美国在暗地里对乌克兰的支持 对这场战争的 发展的态势 取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有多大影响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重大影响 这是第1点 第2点 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人类历史上 第1次 这么全面 这么深入的制裁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1次 以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 俄罗斯全面崩溃 俄罗斯全面崩溃 而且 俄罗斯将会从地缘政治大国的名单中消失 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第1条 之前我们讲西方制裁 比如说 Swift Swift其实是制裁把他银行拿掉 其实就是 Swift其实解决 制裁他的国际 国际支付 就是贸易 国际贸易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第2个 冻结他的外汇储备 第3块 切断 切断他和其他国家的联系 你比如说 关闭领空 关闭领空基本上俄罗斯的飞机就不用飞出去了 你只能飞亚非拉 亚非拉只能飞 欧洲 北美就不用飞了 基本上这些 最新的制裁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用心 你可以看到 把那些东西用完之后 西方最新的制裁就是切断俄罗斯的 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这就是他们要干的事情 无论是欧盟 还是美国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 我不进口他 那如果欧洲跟 美国不进口他 那基本上他就不用出口了 那只能出口中国了 所以第1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对俄罗斯经济的预测都是保守的和不准确 什么跌10% 跌30% 但是都不准确 这是第1 第2 西方 当然这个政府层面的制裁是非常 决定性的 因为有政府层面的制裁 其他层面的制裁才具备条件 但是真正对俄罗斯的重大打击来自什么 来自西方这些企业 西方的企业 对俄罗斯的制裁才是根本性的行动 那么西方企业撤出俄罗斯 会令俄罗斯回到石器时代 我这石器时代是个比喻啊 不是真的是拿势头敲 就是说 为什么我这么说 俄罗斯的制造业 和服务业 是基本上是进口的 基本上来自外国 那么你就如果西方的这些制造业和 服务业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人没办法在没办法生活在21世纪 我们举一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 Visa Master Visa Master是3月5号宣布 全面停止在俄罗斯的运营 那等于 俄罗斯的银行加入了Visa Master 的支付系统 那他就停掉了 什么意思 大家以为 Visa Master是什么 是个信用卡公司对吗 信用卡公司是干什么的 信用卡公司就是支付的 什么叫支付 就是你拿个银行卡 刷卡就是支付 他帮你支付给他 理解吗 银行的支付系统是通过这两家机构完成的 如果这两家机构停止在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运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俄罗斯 俄罗斯的银行卡大部分银行 我不知道俄罗斯有没有本地的支付系统 中国有一个叫银联 中国有个银联 但是还是没办法跟Visa Master比 那么 也就意味着 大部分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和借记卡 都没办法使用 就没办法停 你就回到了用现金时代 就是这么讲 所以为什么 你看 Visa Master 停止在俄罗斯 运营之后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 总统拜登 对这两个信用卡组织的决定表示欢迎 其他人没有欢迎 没有 拜登总统没有给所有人都这个待遇 只给了这两个机构的待遇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这两个机构 它要是停止在俄罗斯的运行运营的话 那俄罗斯大部分的金融活动都要停下来 这是我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空客跟波音公司 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 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讲 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关闭了对俄罗斯的 空域关闭 对它关闭也就是你的飞机别飞过来 波音跟空客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意味着什么 俄罗斯的飞机都飞不起来 为什么 民航市场就这两家公司 飞机全部都是 俄罗斯有一些他们自己的飞机那些飞机都是支线的 小飞机 不重要 这两家公司不提供零配件不提供技术支持 这些航空公司根本没办法飞 所以也就是说 他国内的航班大部分都要停下来 也就是 大家都不要飞飞机了 其他的我们就 你比如说微软 微软说他 微软只说了 所以我说微软是 微软是最不要点的 跨国企业 他是停止在俄罗斯进行新的销售 但是他仍然提供什么 技术支持 但是这已经够吓人 你想一下如果微软停止 他在俄罗斯境内的技术支持的话意味着什么 你想想俄罗斯那么多电脑服务器 什么后果 这还不包括什么 西方国家的这些工业软件我就不说了 这些工业软件 俄罗斯要发展它的航太工业 基本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制裁全部都是在消费领域 我们还没有 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在工业 科技领域的制裁 如果在科技工业领域的制裁慢慢的会出来 你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 3D软件 你就完蛋了 你什么工业设计都不用干了 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看 当一旦涉及到科技电子这些领域的制裁的时候 那俄罗斯的社会 经济运行全面崩溃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不需要很长时间 不需要很长时间 这是第2点 第3点 金融制裁 金融制裁是什么 金融制裁就是点穴 金融制裁的结果就是卢布 卢布的崩溃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 我昨天跟一个 跟一个投行的朋友见面聊天 他跟我讲一个 情况是 现在华尔街西方这些金融市场的这些参与者 已经在已经把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场口已经全部做了 合销 也就是说 商品市场 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 俄罗斯的所有的 有关的 这些 厂口 就是资产 多少我不知道 因为没算过 估计大概可能性 这个不确定 整个西方国家 为这场 对俄罗斯的制裁 整个西方的金融系统 为这场制裁付出1万亿美元 的代价 也就是说他们合销了 应该有1万亿美元的 坏账 这说明什么 你想一下 西方国家的政府 要说服华尔街和他们各国的金融机构 他们要接受什么 接受这1万美元的损失 说明 说明整个西方国家已经动员起来 就是要消灭俄罗斯这个威胁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俄罗斯完全茫然不知 在这件事情上茫然不知 我一直怀疑 我一直怀疑 从上次 从上次普京和舒尔茨通话 我就怀疑 普京 他获取信息是有问题的 因为上次通话很奇怪 他跟舒尔茨说 我们的战机没有轰炸过 乌克兰的城市 这怎么可能 鬼都知道你轰炸 在轰炸 到处都有 轰炸的照片 现场的短视频 各种视频都有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不会 普京是个非常 普京是搞情报出身 对吧 间谍出身 他理论上他对这些情况应该非常的清楚 那你说曾简直说下话那你不打算 不打算达成协议 那你通什么电话 你发现没有 这场战争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奇怪的现象 就是 俄罗斯方面对西方国家 包括对乌克兰的情况不掌握 不掌握 所以整个都陷入被动 你看俄罗斯在干什么 第1个 允许卢布 允许俄罗斯的人和企业用卢布 偿还外国债权人的债务 这什么情况 就是傻赖 第1个第2个 限制外资 退出俄罗斯市场 就是你不能卖债券 你不能把你手上的这个证券卖掉 限制他退出市场 第2个第3个 切断互联网 就是他自己做了一个内联网 做了一个内联网局域网最大的 全国性的局域网 准备把这个互联网切断 这是第3个第4个 他通过了一个 全票通过法律 意思就是你发布假消息就能判刑15年最高判刑15年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俄罗斯工作的所有的媒体工作人员 都有巨大的风险所以西方媒体开始全面的从俄罗斯撤退 为什么 我就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在稿子里面写了一句这样的话你可能派我15年 我怎么能让我的记者在那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西方记者在 撤离俄罗斯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俄罗斯将成为人类社会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信息黑洞 这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和人类其他的 rest of the world 将会切开 这第4个第5个 全面发动信息战宣传战 搞什么呢 搞纳粹法西斯主义 就是那个z 现在在俄罗斯到处在画这个z 这种z 给俄罗斯民众洗脑 变成什么呢 把这个z 变成俄罗斯新意识 和明珠认同的一个象征 战场上不是军车上 都写个z嘛 现在就在俄罗斯国内就开始干这个事情 这一系列的动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为西方国家下决心 消灭俄罗斯提供一个强大的礼拘 那么第4我们谈谈这个出路的问题 一个是 普京的出路 一个是俄罗斯的出路 普京的出路就三个 第1个 现在就停止战争 然后鞠躬下台 他要现在把战争停下来他肯定要下台 下台他有可能 有可能得一个善终 但也有可能死于非命 这不一定 这是第1个 第2个 打下去 俄罗斯崩溃 然后普京死无战胜之地 第3个 俄罗斯内部 瓦解 不同意见 或者是 普京的身边人或者是政敌把普京干掉 普京被废掉 战争停止 我认为普京的出路可能是这三个 但是俄罗斯的出路就一个 就是崩溃 俄罗斯出路只有一个 就是崩溃 没有别的 我现在看不到俄罗斯有其他出路 我们顺便讲讲中国 关于中国有很多的 有人说这个俄罗斯找中国帮忙 这个swift关掉了 这visa master也关掉了 找这个中国找银联帮忙 用银联搭桥出去进行国际支付 你疯了 银联躲都躲不及 中国现在吓得够呛 中国 为什么 所有的俄罗斯发生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中国 中国会出现比俄罗斯更大规模的崩溃 为什么 因为中国比俄罗斯对国际市场 对国际金融系统的依赖更大 大的多的多 所以死得更快 你可以看 俄罗斯完美的展示了 中国 中国之前威胁的各种各种威胁的前景 武统台湾的前景 内循环的前景 还有什么 跟西方国家对抗的前景等等 但是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在内卷 我知道俄罗斯内卷 往哪卷 往中国卷 所以俄罗斯也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俄罗斯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在所有的重大的事件面前 俄罗斯都是做一个最坏的选择 这只是两个乱兄乱弟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时间有点早 有点长 原因就是我们今天内容有点多 好 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 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 邀请大家 参与我们的Patreon服务 Patreon服务在我们的视频的下方 有 Patreon服务的链接 Patreon服务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有些网友不愿意看广告 Patreon是一个会员服务 他是没有广告 这是第1个 第2个 Patreon我们在Patreon服务里面有一个音频服务 音频服务是不用翻墙 那么有一些网友为国内的网友 国内的亲友提供一些 希望他们听听墙外的声音 又不用翻墙 这是个不错的 选择 好吧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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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A 快讯1美元兑152卢布 我眼花 这个 这没有见底 这个没有见底 卢布我印象中是上个星期是 100凌几吧 现在152 你继续看吧 而且 俄罗斯大量的生产 生活资料 制成品 都是进口 你看一下这个怎么个怎么个玩法 谢谢 战争害惨老百姓 零度天气近百万乌克兰人 无暖气可用 非常对 战争其实最受伤害的就是老百姓 老罗王 这次 俄罗斯入侵 入侵乌克兰 让我深切的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物资财产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台湾人要有危机意识 老实讲 乌克兰的战力和台湾没办法比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乌克兰本身是从苏联加盟共和国来 他的国家基础本来就很薄弱 所以乌克兰的战力是没办法跟 乌克兰整个国家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台湾相提并论 而且乌克兰的军队 也是他也是军改 军改只有三四年的时间 所以他的军队的能力也是不够的 虽然他原来很厉害 就是原来他分到了很多 核武器 也不是很厉害 就是他有很多 因为其实原来苏联是把很多的战略核武器放在乌克兰 包括黑海阶队都在乌克兰 为什么 俄罗斯一定要找乌克兰的麻烦 原因就在这里 他身上就藏着一个美誉 所以他就遭殃了 就这个原因 那么台湾的情况跟乌克兰 乌克兰没办法跟台湾比 而且我昨天我看了一个 忘记名字了 他说 台湾有2100万人 台湾有这么多的人力 他说 要其他国家来 帮忙打仗 这是很可耻的事情 你自己组建百万军队是没有难度的 是可以组建的 抵抗侵略者 你看看乌克兰就知道 你用什么方法来抵抗 就是用枪啊 就拿枪的方式抵抗 所以台湾我觉得 台湾人要自己 要自强自吸 自己救自己 其他人才会救 这次乌克兰 讲到这我多讲几句 这次乌克兰 战争 有三个意想不到 三个意想不到 第一个意想不到 俄罗斯军队这么烂 意想不到 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这个仗打成这样 这第一个没想到 第二个没想到 乌克兰的总统 这么厉害 而且大家知道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他牵动了整个的 政治生态的改变 靠的是什么 自媒体 靠的社交平台 这件事情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就是说 大家要知道 这个社交媒体 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 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态 人类社会的生态已经改变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在此之前 在社交媒体出来之前 人类社会是被谁控制的 很多人认为 人类社会是被政府控制的 不是的 人类社会其实是被媒体控制的 媒体控制的人类社会的两样东西 第1个 控制人类社会 所有人看到的东西 他代替了你的眼睛 他看到什么 你才看到 他告诉你有什么 你才看到什么 他不告诉你的 你就看不到 这是第1个 第2个 他 控制了你的思维 他怎么讲 你就朝什么方向想 他没有讲你就没有想到 你只想到了他讲过的事情 就是认知 一个是信息 一个是认知 媒体对人类社会一直在控制 你从二战到现在 基本上 人类社会是在 在媒体控制之下 这场战争让我们见识到什么 人类社会已经超越媒体控制 媒体控制不住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已经 跑到媒体控制以上 为什么 因为在乌克兰每个人都拿了一个手机 都在发战场的信息 我们大量的信息不是来自媒体 是直接来自战场本身 战场参与者 你通过大量的通过的信息 其他人我不知道 至少我的60%的信息来自推特跟Facebook 为什么 那是直接的 raw data 直接的原始信息 你可以看到 战场上发生的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 发现 人类社会已经超越 泽连世纪在干什么 泽连世纪在应用 社交媒体 他推 所以你看泽连世纪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可以直接和 美国国会议员 开会 所以美国政府现在是受到美国国会的压力 美国国会说 我们要给他100亿 之前给的太少了 为什么 泽连世纪跟他喊话 他直接用zoom 跟大家开 演讲 演讲 这个演讲 跑到哪里 跑到整个的欧洲 他的影响力非常大 这件事情 所以泽连世纪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乌克兰战争的进程 这个非常厉害 这个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事情 你想想看 泽连世纪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打电话过去 打完电话就在推特上发 发信息 打完电话就发信息 你想想看 跟他通电话的那个人 他有没有顾及 一定有顾及 所以这件事情是 超出大家想象 而且 大家知道 中国 把互联网关闭掉 就是 建了一个墙 然后把自媒体 把这个社交媒体 铲除铲除上面的意见人士 中国人会被 甩到人类社会的后面去 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往前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 还不完全是一个独裁系统的国家 他只是一个独裁者 他还是有基本的民主制度 跟中国不一样 俄罗斯你看这场仗 一打 你去看 看出来 俄罗斯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 是整个国家跟世界脱节 中国你想象 再过几年 中国跟世界脱节是什么样子 不可想象 你再这么下去 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人类社会再往前跑 就人类社会 超出了 超出了现在的想象力 所以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乌克兰人民的反抗 乌克兰人民的反抗也超出了 全世界的预期 这才会有这么多的人 投入了这么多的热情去支持他们 才影响了各国政府 这件事情是这么转下去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人类社会进入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 就是 社交媒体整个互联网带来的改变 提问请问王老师 俄乌战争为什么中共不称此摆脱俄罗斯 是因为周围没有盟友了吗战后 中俄电商交易会不会暴涨 我就不想打你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你看我们前面的节目吧我不想展开讲 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好吗 摆脱俄罗斯中国不可能摆脱俄罗斯 中国不会摆脱俄罗斯 中国只有一个俄罗斯 他的战略盟友他怎么会摆脱他呢 对吗 提问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让公民 立即撤离俄罗斯 其他很多国家也让公民撤离或者离开禁止去俄罗斯 请问这会是西方对付俄罗斯的 动手的前奏吗 第一西方国家动手已经早就动手了嘛 第二个撤离俄罗斯 俄罗斯都已经这样了你还在那待着干什么 你连你的信用卡都没得用 你在那待着你怎么花钱呀 现在 在俄罗斯的处境 下一步 任何人在俄罗斯处境 会变成什么 变成一帮的中国人在乌克兰的处境差不多 所以赶紧走 就是在俄罗斯的中国人 赶紧离开 不要去考虑 君子不立危强之下 打不打仗我们我们也不说俄罗斯打 会不会跟西方我不觉得西方国家需要跟俄罗斯打仗 不需要打仗打什么仗 但是俄罗斯肯定会陷入一场混乱 整个社会会会陷入一场混乱你为什么要在那待 提问中共现在的粮食 情况是否适逢出了大问题 怎么今天把粮食问题提出来 没有一直在提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中国粮食自己不能够解决粮食的问题 中国去年粮食进口增加了30% 去年 所以粮食问题 中国是解决不了粮食问题的 为什么 很简单 中国粮食生产 没有效率 所以中国粮食的成本高 粮食的成本高 结果是什么 结果中国的粮价高 粮价高 那他只能用关税来挡住 所以呢中国第一粮食价格比国际市场高30% 第二中国农民种粮食不挣钱 为什么 因为他成本高 成本高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化肥跟农业 其实基本的原材料就是三样东西 中国的农业就是三样东西 种子 化肥 农药 这三样东西都握在谁手里 国企手里 国企就卖的很贵 甚至用电 农村的电也是最贵的 比城市用电贵很多 所以电 农资 这么贵 尽管中国的粮价比国际市场高30%到40% 中国的农民种粮食仍然不挣钱 为什么 因为成本太高 所以中国粮食有没有问题 一定会有问题 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中国的农村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非常简单的办法解决 就把土地还给农民 中国 侵占 农民的土地 是中国农业 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 中国农民三农问题的 根本原因 没有别的 情绪 现在墙内的人不服从的威力 要比任何 时候都要大 躺平 不生娃 不买房 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正在动摇中共的 统治基础 而我和身边的人一直在宣传不要交社保 交的不多就尽量退保 目前来看还是有效的 OK 情况 原本芬兰 瑞典的公民都不愿意加入北约 现在情况大转变 他们希望加入北约 丹麦早就是北约成员 我有丹麦亲戚 在丹麦岛上转任侦察 苏联空军和海军的动向 这个岛距离 瑞典和波兰都很近 现在才明白他的战略地位 OK 观点 开战到现在 大陆媒体从初期的全面晋升 到后来的倒行逆施 恶意渲染北约东扩的虚假定义 全部都成为中共的党媒 彻底沦为恶党的宣传工具 昨天了解到 民国时期大公报 四不主义 不党 不卖 不思 不忙 曾经成为无数暴人的职业信条 和行业宗旨 再看大陆媒体 无尽的唏嘘 观点 我把发给学生的长津湖电影票 全扔了 不能污染我的学生 从能做的事情做起 坚决不服从不作恶 非常对 情况 美国国安会前 欧洲安全事务主任亚历山大 温德曼说 俄军发生两个坦克营互轰的情况 损失9架坦克 和4辆部战车 如果情况属实 说明俄罗斯的通讯系统已经瘫痪了 应该是真实的 这个推特上已经看到 两个坦克营互相打 他们的 通讯系统 不仅仅是通讯系统 我觉得是战场指挥系统已经瘫痪了 情况 上海修改了统计标准 只有肺炎才算阳性 所以为零 OK 鸣谢 谢谢 谢谢 这个网友给的太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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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 乌克兰乌克兰税向所有国家提出 他提出个建议这个网友 何先生提出个建议说乌克兰税 提一个乌克兰税 向所有的国家提出立法征收乌克兰税 所有俄罗斯产品征收离岸价格的80%作为乌克兰税 参与国 承诺实行乌克兰税最少10年 登记乌克兰难民向全世界筹款 所以所有收入 作为一个乌克兰难民基金 以欧元发放 无论身在何处 这是个好建议 现在我看到加拿大取消了 俄罗斯的最后国待遇 所有的商品都征税35% 乌克兰税有点难 因为大家知道 征税要经过国会 税有点难 那想办法帮 帮乌克兰打赢这个仗吗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找俄罗斯要钱去 要他战争赔偿 那么另外就是何先生给的太多了 谢谢你的支持 感谢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尽量 不要给太多 给太多我有压力 谢谢 请宴 谢谢 建议王先生你好 一个评论节目 主持人问了一句 中国会不会介入俄乌战争调停 后台立刻在评论区发了一个 弹窗做现场 问卷调查 一分钟内有1000多人投票 互动效果非常好 建议王老师采纳 我当然可以 这个我们可以做很多 我们得有人手才行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手 所以做不到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做到 我们慢慢的会有 慢慢的会有更多的这个成员加入 加入我们 让我们的团队更加有条件做更多的 更多的这个表现 谢谢 谢谢 恭喜在线超过20000是吗 OK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